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告诉爱丽丝 这个坑很久了 随后的故事让爱丽丝更加愤怒 从运人口中得知 原来这座豪宅是母亲留下来的 但哥哥伊桑并没有说 爱丽丝认为哥哥是故意的 但伊桑则告诉爱丽丝不是想故意隐瞒的 得知是母亲留下的房子 爱丽丝感觉可以长住 而且希望伊桑可以一直陪伴在自己的身边 很快意外就来了 一个莫名的女子出现了 女子告诉爱丽丝是伊桑女友 爱丽丝非常恐惧 认证明女子要带走哥哥 所以非常憎恨女子 甚至把童年的往事都告诉了给了女子 原来爱丽丝把母亲的男友给睡了 母亲非常愤怒 就直接跳河自杀了 爱丽丝则离开了家 但爱丽丝非常希望和哥哥伊桑一起生活 没有希望伊桑可以和自己去欧洲旅游 让爱丽丝一个人待在房间 这件事被爱丽丝知道之后非常生气 于是所有哥哥杀死女友 然后抛尸在了外星飞窗留下的坑里 电的结尾 原来这一切只是伊桑的漫画故事 所有的故事都是曾经发生的 伊桑希望用漫画把爱丽丝和自己的故事记录下来 这部电影带有玄幻色彩 主要讲述的是一位母亲离世 妹妹失踪的哥哥 通过漫画来表达自己和妹妹的深厚感情 喜欢的可以看看 电的名字 欢迎陌生人 想看更多的好人电影感情 公众信号影展吧